傑明從八月十四號起 說是已經連續發表三篇具名文章 要嘛痛批中國 要嘛痛批習近平 今天他是直接痛批貝萊德投資 最近竟然前進中國 他說美國兩黨應該全面禁止投資中國 沒錯這次的言論 說貝萊德這全世界最大資產公司 他直接說不是非蠢 就是極壞 那為什麼會這樣言論 你知道現在中國的這個股票市場震盪 非常劇烈 那麼貝萊德就率先在這個八月三十二 決定他國內要成立 就是中國國內成立一黨 由外資所主導的公募的一個基金 好但這個事情是在拿中國錢 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問題是被這個索羅斯直接指 貝萊德在幾週前的文章是有問題的 那貝萊德的主席 對他的投資人 就是他的客戶發表一個訊息 他說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所有投資人正可以掌握 中國跟國際長期獲利的一個機會 他說這個索羅斯直接說貝萊德這句話 基本上是完全誤解了習近平的一些想法 那麼貝萊德是不是認為說 其實在中國就是企業跟國營跟私有是分開的 這件事一個錯誤的訊息 他直接指著錯誤的訊息 他特別講一句話說 事實上你把這個要求美國的國民 至少在這個現階段要拿出兩倍的錢去投資中國 兩倍是說你過去如果投資十億 那你再投資十億美金 那這個事情索羅斯也不客氣的說 其實你也知道貝萊德也很清楚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其實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麼貝萊德是不是試圖拿這幾十億美金 來幫助中國來解決這個房地產的問題呢 他說這件事絕對是個錯誤 因為房地產的崩跌背後有很大的問題 是中國的孩子越生越小 越生越少 所以人口的紅利是不存在的 而且我實在大黨的說一句話說 其實你現在所看到的數據 都比實際數據來的高很多 實際數字真的很慘 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說 他直接指責像這樣的錢進到中國 事實上是什麼東西 他說是一個悲慘的錯誤 而且不但是會造成客戶的損失 那他為什麼提出這樣的想法呢 他說最近你看到這件事情 中國為了要讓這個所謂的紅利能夠增加 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要把有錢人的錢把它搬出來 丟給窮人 他說這種事情怎麼可能在資本市場會產生呢 這個等於是你投資企業 獲利會減少 所以最後結果是悲慘的錯誤 那另外還有包括客戶損失 另外他也特別提一件事 像你源源不斷的把這個歐美的錢 搬到了中國之後 其實你在製造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跟獨裁社會一個對決 這是具有安全的利益 他有幾個簡單的例子 他說其實你不用講太多 只講一個問題 鄧小平當時走的所謂的開放的這個經濟 請問一下習近平有跟進嗎 習近平在破壞鄧小平當時所說的這個 所謂的就是我們說的 要實體經濟優先 而且當時鄧小平也設定一件事 十年就一個任期 但是習近平沒聽這一套 他不但要破壞這十年任期 而且他要繼續做 那繼續做很簡單 就是要把他的反對的石頭搬走 那我們知道反對石頭是什麼 就是這些有錢的企業 他這個索羅斯直接挑明講 你們看到現在這些企業 正在逐漸的神之以法 所以呢之前有阿里 現在有滴滴 那這些東西呢 都告訴我們今天事實是 他正在打擊這些有錢的企業 以避免他在下一任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重大的政敵 好他又提到這件事情 他說他也可以理解 貝萊德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之前有高盛嘛 那麼之前有黑石嘛 現在如果多一個新的公司 叫貝萊德 他希望在這個封閉的金融市場裡面 去奪起利潤 但問題來了 他說其實你要知道 美國跟中國完全是不同的一個社會 一個是獨裁 一個是民主 你怎麼可能去支持一個獨裁的社會呢 哇索羅斯這句話把貝萊德 批得到體無完膚喔 而且最後索羅斯的一句結論很重要 他要求兩會 共和黨跟民主黨的這個 會這個國會 要立刻訂出一個法規 這個法規呢 要嚴格禁止 就是美國的資金呢 繼續源源不斷的往中國去走 這個已經不是他第一次的內容 他其實八月十四號講得更直接 他說一件事情 他現在中國其實是正在殺掉下金雞蛋的這些額 但更講的更慘是 你現在投資中國 這是一個大騙局 所以看起來索羅斯真的是很生氣